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做導演嗎? 22歲 你做了30年導演 30多年 沒用 我聽說你做導演很煩 沒有劇本給別人 一一變 給都沒用 給了你又改 你不要記好 拍那一刻真的就行了 拍那一刻真的 拍那一刻真的 有些人說去到現場 都不知道那一場戲是甚麼 會嗎? 完全會 還有拍完都不知道 拍完整部戲都有 任你剪 你剪了就不疏你了 都不知道何時完 又不知道何時開工 有些Semi那些比較快 他很難找 有些很容易找的人 兩三年還要拍他一部 都不怕擔心中途 大家示範得過 不見了 那拍你的戲辛苦一點 還是黃家衛辛苦一點 我想那個辛苦可能又不同 那個開心又不同 大家都會有這些 可能有些人會看到成績之後 會覺得值得 但在過程裏面 不知道為甚麼鬼想坐車 想坐車 我做過幾部戲的劇場 我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不知道 他就告訴你 你到時說這句話 我跟誰說 跟女主角說 我女主角 你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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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但當他拍很多 剪很多之後 又知道連軍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但你也有寫過電影劇本 寫過很多 對 你也寫過很多 我寫劇本 那時導演 導演還需要劇本 不需要劇本 不需要劇本 導演不要劇本 不需要劇本 就像他所說的 如果新一部導演不要劇本 你張赤 羅惠那些導演 他又拿著劇本來拍 是的 他們很認真 導演變了 他不用劇本 不然是邵先生後面 趕車 是的 那你一現場 就要他馬上入戲 是 我可以做直 你不知道他馬上入戲 有甚麼事 你主角都不知道 主角 整個輪廓都在 但其實有大綱 你拍攝這麼多年 整個都有概念 即是你講了一個故事給他聽 有大綱 有細節而已 Cemi拍攝這麼久 都沒見過劇本 沒有劇本 但知道每次拍賭Sir的戲 都有個故事大綱 我知道自己的角色 索造應該是怎樣 其實是知道的 但我有看過《家輝》那一集 張家輝就不知道你搞甚麼 沒有前有後 我比較幸運 沒有前有後 但是 我想是一個習慣 因為我一開始拍賭Sir的戲 就是沒有劇本 一開始就沒有劇本 是的 所以我非常習慣這種流程 還有 不知道為甚麼 我想是 《遇生俱來》有這種默契 一賣位 賭Sir叫我做甚麼 我就很容易馬上投入到 難怪我寫下劇本沒有得到 就是這樣 不用的 你們兩個是劇本的 開始都有劇本的 沒有 有個大綱 有個大綱 有些難度高的 他又會挑戰一下 有時候會給一些不是這樣的 但他會修正到劇本 這件事很厲害 有些是偉家輝 有些是我們自己寫的 有些是我們自己寫的 我寫的一張紙都看不到 甚麼都沒有 不可憐 偉家輝還有一張紙給你們看 我寫的 在機牌那裡 看完之後慢慢在那裡搞搞真 我現在這個伴侶感 我相信是上帝給我安排 但我也有權選擇要不要 你安排給我我不要 我要選別人 這樣也可以 但繞個圈回來也是他 對呀 這個我想是… 哈哈哈哈 不是… 我覺得…